Romphius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Ronphius 她是一個17世紀的博物學家 她當時跟隨著東印度公司 從荷蘭來到印尼 最後到達了安问 她其實是最早 開始在東南亞去撰寫植物圖鑑的人 所以他奠定了去書寫東南亞植物的一個基礎的人 後來他所撰寫的這些植物圖鑑也間接了影響林奈 林奈他是一個發明惡名法跟分類法的生物學家 也是現在我們所謂的生物學的一個基礎 那Romphius他就比較像是林奈這樣子的一個前身形態 這是一套的資料子在一個新的筆理 去解釋一些新的筆理 這套系統的基礎系統 再去做全新的一種精靈的工作 然后他发布似个小的质范 所以他们的名字是提及了 因此后他们的名字是最后的 所以他们之前的名字不是最后的 所以像与伯派传他在前面 所以我们不必须看他的名字 如我记得,我们的概念是 如果有有个随着的类型的 touch with the Linnaean System the local context is diminished or even made invisible so I think you could say that with the Linnaean System and the dominance of Latin and taxonomy it's a very European colonial imperial system of ordering and categorizing the world Romphius其實在他開始記錄這些圖鑑的五年之內,他就失明了 因此,他其實是在一個沒有視覺狀態底下去搜集這些植物 當地人會將這些物種送到他面前,然後他會用視覺、嗅覺、觸覺跟味覺不同感知的方式去記錄這些生物 所以在他的著作裡面,這些生物他會是用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方式去被記錄下來的 是小朋友和兩個人百分為包 和這邊是一些搭配然後這些 ότι是符藍的 他把賣衫放的泓中就喝在了碼中的泓 bulk 不過在一天他還不願賣 吃不吃 接着 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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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白wig 她就跟着她撒 ever eat 她就跟着她吃 那最终 她就令她比较 她肯定是她脸 她就跟着她 Ronpheer是在她的状态 她必须透过各种看不见的 方式去詮釋這些生物 所以他可能會用一些 比較個人化的方式去描寫 使用很多比喻 修詞或者是譬喻 這樣子的東西去詮釋 這些生物 那我也透過在揣摩他 去描寫描述 或者用比較文學的方式去 詮釋這些生物的時候 我也進一步去 重新繪製這些生物 這個 裡面所畫的是 一個盤子 上面畫了一個像是透明的肺 裡面 是用牛肚所製成的 所以它有點像膠狀的一個東西 那在 Brownfield描寫裡面 他有說到就是 過去可能有人會覺得 這有點像是一個流行的 排泄物 然後它墜落到沙灘上 然後變成了一個 一個生物 所以這些生物也在他 腦海裡面去建立了一個 非常龐大的 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是否就是一種 介於 所謂的生物跟 某種科普系統 之間的這個模糊的狀態 是不是也就是人類 所最有想像力 最有創造力的一個狀態 在這裏 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 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 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